嗨大家好,我是小帆 我现在新疆和田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座城市 这里是和田市的人民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树都是灰绿色的 天空也是有点灰蒙蒙的 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没错 就是沙尘暴 之前在刹车遭遇了新疆路冬后的第一场沙尘暴 涵盖的范围其实不只是刹车一个地方 和田这边的影响也非常大 我拍摄这段视频的当天 其实算是比较好的了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段视频 这是我从刹车去和田的那天 在火车上面拍的 整个天地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要是没有这些树 就跟火星一样一样的了 来到和田后 我在客栈待了两天才敢出来 其实现在还是能看出空气有点浑浊的 尤其是停放在路边的这一排车子 上面都落满了沙子 所以我这支和田之行拍摄的视频 基本上都会是这种沙漠风 大家就将就一下吧 河田市是河田地区的行政中心 位于昆仁山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间 是新疆最南端的城市 距离乌鲁木齐1500公里 这是古代西域36国 虞田国的所在地 虞田国是西域最早的佛教中心 所以这里的佛教遗迹非常多 近代的法险 唐代的玄奘 都曾到过这里 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 我想大多数人提到河田 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玉石吧 的确如此 河田玉就是现在河田的一张名片 其实鱼田在藏鱼里的意思是玉翼 也就是产玉石的地方 可见这里之谷就是著名的玉石产地 河田不仅玉石有名 河田大枣也非常有名 大的枣子能有鸡蛋那么大 来新疆旅游的朋友可以带一点回去 特别甜特别好吃 如今的河田 在南疆已经算是一座大城市了 虽然高楼数并不多 但是城市的规划却是津津有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田的红绿灯 当地所有的红绿灯都有数字提醒 不是说只有一两处啊 整座城市所有的红绿灯都是这样的 这个在新疆绝对是仅此一家的 就算从全国范围来看 能做到全市所有红绿灯都有数字提醒的也不多吧 所以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河田环境最好的地方就这个昆仑公园 因为眼前的这个昆仑湖而得名的 这也是河田地区最大的一个公园 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沙尘暴的天气中 这个昆仑湖的景致也一点都不差 听说天气好的时候 很多当地人会来这边环湖散步 我还发现这个湖上居然有海鸥呢 在沿着湖中的木栈道往前走时 看到栈道的柱子上停满了海鸥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 看到了吧 原来海鸥是这样休息的 当有人走过去时 他们就全都飞走了 这个湖非常大 水面面积有2.8万平方米 站在湖中的石桥上 视野非常好 这沿湖的一泉间有很多楼盘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正在建设中的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喀什的东湖 我想以后这周边应该会发展很不错 毕竟这里的环境是真的好 相较于昆仑公园的安静 团结广场这边就要热闹很多了 这是和田市的市中心所在地 广场的旁边就是北京西路 是和田的主干道 车辆比较多 广场北侧有一尊毛主席 与库尔班大叔握手的树像 而南侧则立着一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石碑 这段文字来自和田尼亚遗址中发现的一件知己 这可是国家一级文物 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至今的原件现在收藏在和田博物馆中 不过可惜因为疫情这个博物馆没有开门 石碑的上面还放置有一大块和田玉 这是玉都的象征 上面刻有中国地图 和田是一座非常不错的城市 大家要来和田旅游的话 最好是选在每年的8到9月份 那个时候的环境好气候好 正好又赶上各种水果的上市时间 最最重要的是 那个时候没有沙尘暴 所以8到9月是来和田旅游的最佳时间 行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在和田住的民宿 那明天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